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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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了 又到今星期是国舍和合会的时间 今天很特别 因为这位朋友Blair 强国伟 我和他很多年没见 因为他以前在城大独 这位是国舍和合会 我们的嘉宾不是国舍会的人 他真是根正苗红 国舍会应该低于三届 我是第十届 我是第八届 他现在在职公民工作 你算是什么姿势 我现在是社区贛事 社区贛事 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很熟 这些政党也叫社区贛事 可能现在工会 我和他聊天 当然工会一定是以服务一些工人为主 因为他之前不是做社区贛事 他之前不是做社区贛事 他之前不是做社区贛事 是帮一些年轻人找工作 也是和工作有关 大家都知道 职公民也是有立法会的议员 李卓人 已经有很多年了 是 很多年了 是吧 而且他们也是会 因为 怎样都是你在议会 有个议席 在法例方面 虽然香港立法会 都是立法会 坦白说 都做不到什么 但是始终你是 有议席 你可以更加有 是维护到居民的局局 然后你香港议席 不单只是立法会 也有区议会 当然现在我们没有人宣布参选 但是有趣的地方 因为我们这些朋友 平日很少见 因为各有各忙 但是我那天在深圳 因为茶餐厅 有友善电视 坐在那里 咦? 这么多十年后 看到他和李卓人在握手 是吧 所以就叫Bear上来说一下 说回我们国事会 因为当时你上庄的时候 其实我是Ear 3的时候 我和李卓人那届的主席 叫阿牛 有机会我可以聘他上来聊聊天 不是蒋建成 他又叫阿牛 事后之后 近几年 有时候我和李卓人看见面 阿牛就跟他说 当时Bear也很安静 不是像我们那样 那样 那样的东西 但是 不如出来做回 最似 我们和政治 公共行政服 是的 最有关的 就是Bear 真的很有趣 但是你会觉得 你读书 或者你参加 你以前是成大独播行政 或者参加国事会 对你人生的道路有没有什么影响? 绝对有的 其实在我中学的时候 我都开始会看多了 有关时事政治的东西 最后我选择科 真的选择什么呢 选择了公共行政 我都问那些同学 有没有 即是师兄师姐 有没有什么科合我读 如果你喜欢时事 就试试这科 其实又试试 在读书的过程中 就会多了真的留意 不单止看 去考虑一下 是的 每一次政府的政策 这样推行的时候 对整个香港整体影响 会怎样呢 会多了 其实开始参加国事会的时候 即是你提一下牛 我提一下 牛真的很多东西说 很多东西想 我呢 其实他当时找我做些什么呢 就是做执行那个 他希望帮他做事 即做实事 做实事 总之他经常说 我是他背后的男人 挺敢说的 真的 那年开始慢慢 就和Eric 一起都会谈多些 或者和很多不同的师兄 一起 师姐 都会谈多了关于香港 或者内地的关系的问题 慢慢的认识就会越来越深 真的到我毕业的时候 最初都会做一些 和教育相关的工作 因为我小时候也有想 不如做这一行 但是 做下一次 做代科老师 是的 做做代科老师 中学 亦都帮大学那些导师 去找资料 做研究 但你在中学 做代科老师 你教什么科 其实做代科老师 那是很有趣的 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因为代科根本不想谈 是的 因为代科其实你没有什么特别 要谈 自修 老师 墨书 作文 最好 所以什么都会谈 但是最主要就是 可能也是 帮大学导师做研究的时候 都会看回公共行政 时事那类东西 那个认识就越来越深 都会想 将来的路 如果这样走 可能都会适合自己 因为一路做都觉得很开心 哦 所以最后 找工的时候 都会在这方面的机构去找工 哦 最后就 即是为何会选择职工盟 不选择工联会呢 那就是自己个人立场 始终觉得职工盟是泛民的一部分 都是企硬一点 在工人的方面 因为读书的时候都会想到 香港的工人都真的开始被剝削了 当我毕业出来的时候都会见到 应该是2003年 不是一向都在剝削中的 是一向都在剝削中的 一向都在剝削中的 特别是沙士的时候 觉得更惨 即是经常被老板说 我们要共度时间 那时我也经常说 那些老板奸就奸 不过我是给你奸 就不是共度 所以当时都会想 如果我将来有份工 是可以改善到 香港工人的处境 那都不错 结果就选择职工盟 因为我会见到它是 会真的站硬的 真的帮工人 不会说阿爷叫他按键 你就按键 这个很重要 真的可以为工人去发声 这是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港中关系的 可以讨论 就是说 因为香港有工会 即是有工会阵营 因为职工民和工联会 其实他们自己都是一个联会 它下面有很多分陀 就是你当作一个大佬 是吧 即是有两大阵营 即是职工民和工联会 是吧 但是 那个 会有所不同 那个取态 譬如说 我刚才和他说了一个 挺有趣 譬如说 扎铁工人的例子 是吧 其实可以分享 因为这个就是说 就是说 一个 是否棋硬 即是你心目中的棋硬 或者没那么棋硬 譬如说 扎铁工人当时 就是说 是什么年份的事 扎铁应该是07年 07年的事 但是大大了 不是很重要 所以说 我和他一个普通的市民 就说 很麻烦 扎铁工人 然后 又有罢工 然后 其中有一个画面 作为一个市民的印象 就是 他的大佬是你的人 脱衣 乱专 皮头铁耳 都帮忙一起 长毛都已经在 长毛都已经来 有转贴了 有转贴了 但当时有些 争取责赴送流 也是一些工资的问题 是的 因为当时他们争取 我们很有趣 我们有个口号 叫就是家人工 但是 那群扎铁工人 即是我們叫他紮鐵佬 紮鐵佬就說你這樣說是不對的 我們拘捕了頭 甚麼不對 我們因為審計署出來的數字 是說我們有1200元的薪金 但他們實際收到的薪金是600至800 即是不是加薪金 是要給薪金 是應有的 不是加薪金 所以當時他們這樣說 所以是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就是原來不是加薪金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想很多市民當時也有個誤會 就是說那些薪金 你600多元800元的薪金還不夠 還要加 其實就是在那個外判那裏 判上判是食價 食了他們一半的人工 但最初他們出現的問題 就是那些薪金收不足 一開始就找工聯會 幫他們手 工聯會的第一個反應是怎樣 那時候工聯會 我們所收回的消息 那些工聯會都會叫他們 搞些工潮 罷工 結果就罷了幾天 那些工友就打來 找我們職工盟 就說 喂 要不要一起幫忙 那我們也下去幫忙 因為當時我們會聽到 就是工聯會說 有些不知是甚麼人 就說 就叫他們 不如你們開工吧 開工才慢慢談 那些債鐵工人有些就覺得 我都出來罷工 突然間上班 那些事情 甚麼都沒有 是 甚麼都沒有 結果就是 我們最初 都是未能進去的 後來 那些工友就說 喂 我們叫他們來的 職工盟 我們才能進去 那些工友真的 面對面接觸去談 結果整個過程 維持了36日罷工 最後都算是成功 爭取到一些他們的工時 減了一些 那那個 那那個 雜底談判 是的 那接下來就可以 有一個雜底談判 就是和商會 都會是每一年再談一談 他們那個人工的情況 這些都是一些成功的地方 就是以阿啤的角度來講 可能這兩個會的分別就是 可能是職工盟會有時 某些事情會站得更硬一點 是 無論可能是一些抗生運動 或者在一些立法會裏面的 一個投票的取態 是吧 可能是工聯會 可能很多時候在外面 就說 哇 天花龍門 是 到投票的時候 就不是那一回事 就是最低工資那次 那時候最低工資的 工資保障運動 是 那次 那次之前 我們都搞過一次絕食 我很記得 那次就絕食30小時 因為當時 你沒有說絕食 我有份 所以印象特別深刻 那次為什麼是30小時 就是當時我們還在說30元 還未是33 拿回30元的數 工聯會當時 都一樣說 要爭取最低工資 要立法 一定要 但是結果 我真的說 要投票取態的時候 他們都說 支持 先試試 工資保障運動 當時我記得 我在立法會 是被人趕出來的 當周任權宣佈 那個施政報告的時候 因為我們都在裏面舉牌 是 是 就是在一個 投票的立場 可能因為 當阿爺要吹雞 是嗎 他就跪下 是 可能就是這樣 令到 你 有一個 無論你是 參加各社會 或讀工行政 都想 幫到工人 當然 工聯會 他有優勝 剛才我也想問他 香港的工會 到底是 幫助 廣中關係 或者幫助內地的工友 有甚麼幫助 工聯會又少些 但工聯會又真的幫助內地的香港人 他們在內地有些 有辦事處 例如有些工工婆婆 可能要 病了 甚麼的 要回來香港 他們會送他們下來 但是職工民 這些服務的就做不到 但其實原來 都會關注到內地一些工人的運動 或者權益 富士康不要說完 平時你會做些甚麼 平時我們現在開會的時候 大家遇到一些中國勞工的問題 大家都會拿出來討論 另外也會如果 間中有時內地的團體 勞工團體 都會跟我們有些聯繫 都會反映 特別是一些個別機構 如果他們見到某一間機構 有些剝削的出現 有些工人問題出現 他們都會跟我們討論 特別是一些跨國的企業 因為很多時候 香港都會有些辦事處 或者地點 是一些跨國企業 我們就能夠在香港發揮一個功能 去那間公司做抗議行動 希望他們可以改善 或者關注內地公有的情況 例如說 富士康十年跳 應該是前年的時候 很厲害 那些新聞 隔鏡一跳 隔鏡一跳 我在大陸看內地的新聞網站 有一個畫名我印象很深 有一個女生 因為她是住那些農民房 其實我家也是住類似那些房 當然我就是在各區不同 她是走樓梯的房間 有幾層樓 但是走樓梯的 原來那些樓梯間有一個視錄機 拍攝那女生腳步浮浮 走上天台 那個新聞片段有幾層樓梯 看到她走上天台 到最後有一層樓梯 她是出了天台 但當然她拍樓梯 不會拍到天台 拍到她離開鏡頭 出天台的畫面 那個人之後的事 就是新聞報道 她跳樓梯 但那個人很深 因為見到那個人 不知為何去 就好像被鬼迷 神推鬼 然後走上去跳 那時候很厲害 有一個很好軍動 無論是香港或國內 然後有很多人討論 富士康是否用一種軍事模式 去管理 例如那些工人去廁所 不知為何又限制時間 還有很非人性化 因為他們雖然說環境是漂亮 現在又不同的山寨廠 可能睡房各方面設施是漂亮 但基本上他們 沒有得享用 因為他們沒有了社交集團 可能他們同鄉認識的人 每個都調了 上班的事情又不同 可能你每天做事又緊張 又不讓你出錯 出錯又扣了你薪 很緊張做事 很多時候你做完事都沒有問題 緊張 下班就跟朋友聊聊天 但又沒有得聊天 可能你熟悉的鄉里 各個的上班時間又不同 你回去又自己一個人 躲在房間睡覺 可能有這樣的事情 當時就 以你印象 即公盟有這樣的新聞 即公盟是怎樣去跟進 怎樣處理 其實當時我們都會留意到 新聞片 即是說回這件事 另外亦都會有 一些內地的NGO 我們叫做勞工關注團體 都跟我們聯繫 結果我們即公盟都會在香港 搞了一個行動 就是去富士康 在香港辦事處 去做一個抗議的行動 要求他改善 內地工人生活的情況 事後我們都會見到 富士康很快都會在這件事 當然不是回應我們 即是他回應傳媒的時候 都在內地廠房那裏 對一些工友的生活 是有改善的 這也是事實 所以變了我們只能夠 工友我們就未必真的接觸到 但我們只能夠給壓力 這些公司在香港的辦事處 以及一些地點 或者是其他行業的 可能他們 有些交易 對 都會去他們香港的一些地點 去做抗議 希望他可以注意 當地工友的情況 例如一些運動衣 也是 我們當時有個工會 成衣工會 都搞個血汗運動衣 講述那些運動衣 其實那些染料 都會傷害到工友 要求他們要注意安全 我們都會做這些工作 在香港 這是一個講中關係的課題 當然在工會的立場 工會的人 希望保護工人 無論是工作環境 生活待遇工資 也好 但根本沒有機會 因為工人不可以在大陸辦事處 當然他們的大陸 當年八九六四事件 因為已經簽了一回過書 已經廢過了 你不可以再回事 但在沒有這樣的情況 原來挺有趣 因為發揮香港獨特的地位 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對我來說 很多在內地 因為中國是世界工廠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 內地一些大的企業 基本上在香港也有上市 例如富士康 即使沒有上市 他們也有一個重要的辦事處 或者有一個大零售商 香港也有一個商店 香港也有一個國際觀潛的所在 雖然現在香港對傳媒都越來越差 例如在廣大事件 又有很多傳媒都越來越多 但怎樣也好 香港也是一個資訊自由的社會 你去遊行 因為我有印象 我不記得誰去遊行 但我記得香港那邊有人 去香港的富士康 去搞他 你有沒有反過遊行 那一次我沒有去 因為我另外有一些工作 所以我去不了 但原來我也是在廣大文 去做 我有印象 但如果你是內地 可能有些是遊行 你都不知道 因為不讓你報道 可能有些事情 原來香港是從側面地 間接地可以發揮到內地的工運 可以發揮到武國的作用 我問你 一開始出來工作的時候 在職工盟 主要是做一些青年就業的工作 是 做青年就業 幫一些青少年找工作 和僱主做一些配對的工作 主要是 但到之後 因為你都做了很多年 幾年 做了在職工盟六年多 六年多 所以有些改變 現在就開始 變成地區方面做更多的事情 是的 現在地區發展 例如你近期有甚麼事情 近期 我現在主要工作 會在天水圍 會關注多了 不僅是勞工方面的層面 可能是他們的民生方面的問題 都會關注多了 例如醫院 衛生 甚至乎學童的問題 我們都會關注多了 嘗試做更多 這些就是我近期的工作 跟過去只是做工會 或者一些意識提升 宣傳的工作 就會有些不同 即是說 在工會 當然工會 人人一想到工會 當然是打工 或者抗議 要求代加薪 工會工作的人 可能他們的工作 都開始有些變化 可能是跟選舉有關係 即是 即公民 都會支持香港工黨的成果 是的 接下來 我們留待 下一節會 會討論多一些 工黨 或選舉有關的問題 我們待會見 到了國際堂會 第二節 很開心 Blair 做我們的嘉賓 他又不可以只說是嘉賓 因為國際堂會 是我們所有國際堂會 的一個家庭 所以他又不是嘉賓 又可以說是嘉賓 又可以說不是嘉賓 我們上一節說到 近期有一個工黨的成立 其實你在這件成立的過程 你有沒有去參與 這個工黨的成立 參與我就會比較少一些 因為我們職工盟 自己本身 都很多不去團體 當然不單止我們職工盟 去做這件事 我也會在內部的討論 會多一些 反而和外界的討論 我自己就會少一些 但是我們都會 我個人都十分支持 香港真的要一個工黨 因為在過去這麼久 都只是一些工會的團體 去找一些代表參與 區議會也好 立法會選舉也好 都是一些工會的代表 而沒有一個正式的黨 去代表工人的話 那個力都會比較弱一些 我會覺得 你會見到在英國 它是一個工黨 它真的能夠做到一個執政黨 但是香港 到現在都沒有 有點可惜 所以都會見到 不過開心的是 接下來 我想很快 大家 希望都會見到 香港一個正式的工黨成立 真是代表工人的聲音 但在職工民 我記得我那天看新聞 有你上鏡的新聞 同一天 職工民是說 他是不會加入這個工黨 當時我不是太明白 當時我和你聊天 我開始明白 你可否解答一下 我一個人 為何職工民這麼支持 但又不加入 其實職工民不加入的原因 但我們都會很積極 去推動我們的熟會 因為剛才一行都說過 我們在職工民下面 其實有八十幾個熟會 我們會很積極推動 一些工會 或者我們的工會成員 利用個人身份也好 團體身份也好 都希望你加入那個工黨 但我們不加入的原因是甚麼 因為我們很希望 就是能夠拿到 八十幾個熟會 大家都通過 我們才加入 但這一個 會相對地 是困難的 需要時間 需要時間去和他們談 等他們了解這件事 所以我們暫時 都會只是 推動我們的熟會加入先 而之後 才會再看看職工民的方向是怎樣 但我們都會希望職工民 可以在旁邊 是鞭策著工黨 當然是 即是這樣說 其實職工民的角色 就像大學裡面的學生會 學生會是一個 屬於所有人的一個會 但問題是 當年學生會 以前我記得成大要加入學聯 是不是要加入學聯 我們都要全成大公投 因為當你整個會 整個會 整個大會 加入了某個工黨 即是代表所有的人 即是 始終你工黨 都未正式成立 而現在正式成立 都未正式成立 還在談 都不知是甚麼來 如果你 整個職工人 要宣佈加入 可能有些人會顧忌 第一 你不知是甚麼來 第二 到底我是一個工會 我可不可以 叫做一個政黨 他有些顧忌 因為這樣 有些爭吊 有些顧忌 人們就推出職工民 這樣就不好了 所以我覺得 沒問題 兩手 即是職工民 支持這件事 亦會鞭策 亦會推動工黨成合 只不過是說 目前他會叫下下的人 當然 如果你說 80個屬會的人 都加入了 只不然總會 即是工民 都加入了某個問題 對 但如果現在 目前就再看定些 因為現在 可能下下的人 有些人有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分歧 有得他們自由地去參與 坦白說 你說職工民 是否加入 其實都是在一個名義上 即是在一個手續上 基本上他們的思路 或者他們的工作 都是在一起 是很一致 都是會一致 但譬如說 以我所知 工黨有幾個比較有名的 張超雄 何秀蘭 何秀蘭 我又覺得要保留 有些奇怪 何秀蘭做攝石人 因為他以前 剛剛公民黨未成立 他又會黏在一起 和養美一起去選立法會 即是他死定了 就經常賴 因為高急 揚心他們 但 那麼多年 我又沒有什麼特別聽過 他說什麼工人 但張超雄 張超雄一定是 對 張超雄一定是 即是幫工人 或是幫弱勢基層 他又有證言會社 即是很明顯 就是幫弱勢社群 或者基層 或者工友打拼 這個真的很明顯 但我想知道 你個人 或者你和張超雄 他們的工作關係多不多 不多 其實不多 張超雄就會有接觸過 因為他過去都會在天水圍 那區工作 即是新界西工作 都會在某一些活動參與 他以前都是新界西議員 不是 他是工能界 他是工能組別 是 他想選新界西 對 上次他選就輸了 不幸 但是他真的都會見到 他真的都很為街坊 即是我們都會見到 即是工人 或者一些傷殘士那類 都會很喜歡他 因為他真的很賣力 在他們那方面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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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看新聞的報道 即是即工民 都會派一些人參選機會 當然現在沒有人宣佈參選 即是 都 都有這樣的部署 因為我上一節都說了 即是 都需要在議會裏面的工作 但其實 會不會這樣說 即工民一向在區議會 或者區議會的參與方面 是不是那麼著力 現在即工民是沒有真正的區 即即工民的區議會議員 沒有的 現在沒有的 以前都可能 之前那幾屆都有人參選 都不幸地不能夠當選 說近兩屆 是 03年的時候 我們派三個 是 有兩個當選 是 07年 我們就派兩個 不幸 兩個都落敗 所以在這 四年裏面 我們 即工盟在區議會裏面 是沒有議席 是 但是 我們 遇上一個難的處 就是 我們不是說 完全不想去選 是 即是我們 即工盟 真是一個做工會的團體 是 變成我們很多 我可以進來做的 理事也好 同事也好 都真是做工會 是 這個我們很厲害的 很坦白 但是真是說 怎樣厲害 真是你說要組裝 是 講政策 去抗議跟老闆談 去盧審也好 這些真是我們強項 但是真是有時候說 下區工作 可能我們的意願 根本就未必在這裏 很不同 真的很不同 你 社區幹事 一些區議員 收橋補路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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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做這些 與過去做公會的工作會很不同 我問這問題是 基本上公民或公會的立場 當然香港是怪的 香港的地方議會是沒有實權 就算英國的公司公司也有實權 或者是以前兩個司令局也有實權 但我所說的是 反而理論上我是職工民 我不知道你們 即是我輸入職工民 我是渣輝人 我的精力不會放那麼多是區議會 反而立法會又重要 因為政策 你也說是砌政策 政策是重要 所以說 如果職工人是去推動工黨成立 最想現在明義上不是加入 但我又會覺得有理由 因為你要有派對 派對一定是爭取議席為己任 所以我是社民 有時候聽到社民的人說 我們政黨不一定是為了選舉拿選票 我又覺得很丟臉 政黨的目的就是拿選票 就是爭取議席 執政 一定是 我覺得有些有趣 因為職工民為了推動政黨成立 或者覺得工人運動 不可以停留在砌 需要在多些議席 就算我不太喜歡搞所謂的地區工作 我都不得不一定要去參與 因為策略上我要拿議席 因為拿完議席 最終都是幫助一些基層人士 我又覺得有 這個會不會是關係 為何之前這麼多年 都不是派這麼多人參選 可不可以是一個原因 因為以前都會覺得 穩佔你出現的位置便可以 不用加這麼多事情 要區議會選舉 可不可以這樣說 都會 因為其實在區議會的功能 其實的確對工會的工作 爭取工人權益 不是工會工作 爭取工人權益的工作 是比較弱一點的 因為你未必能夠真的發聲 例如我說在天水圍工作 我們會見到天水圍的就業問題 是有在的 因為沒有什麼就業機會 但是區議會是否真的能夠 爭取到一些就業機會回來 其實剛剛Eric提過 未必可以 因為那個功能 未必是好似以前市政局 譬如我說 市政局說真的 我看回 剛剛談的時候 吹水的時候 都說 建一些市政大樓 下面幾層街市 上面就是一些大排檔 食肆 再上去就是一些運動場 其實一座東西就完成了 市政局自己可以管理 便宜租都可以 但是現在的問題 你沒有了 區議會不可以自己做這件事 現在是市政局 但代表是由官僚去管 官僚的優惠 我們以前的獨多行政也知道 不是在整個行政 整個行政 它是不會跟你回應 社會的行政 最重要是它打開那份工 根據本資辦事 很簡單 譬如我們剛才聊天 那些官僚 你們想說 有什麼爭取 在一個區域 死了 忘記了我 那裏 天水圍 富貴長者屋 是 蓋房子 即是蓋一些長者屋 其實我們都說 你要在這裏蓋 可不可以嘗試 優先聘用 優先聘用本區的工友 但是他們的說法 其實我這些都 都外判了給那些承辦商去處理 我們都會這樣叫它 但是最終 無約束力 無約束力 你不能夠最後確保到 五百分八 八成 七成 都好 但是我們會看到其實不是 反而另外一些例子就是 馬會都好 就是天水圍有個馬會 電話頭住站 我們都會見到其實很多都是 外來區份的人 會進來工作 變成 我不是介意外來區份來找工作 但是 不是當初宣傳的 對 不是我的原意 就是 你說的 說得很天花龍鳳 很厲害 宣傳廣聽 才能夠在地區裏面幫助 但是這個會是 因為我很奇怪 我想來想不明白 因為我都跟很多的區議員聊天 就是他們當區議員 他們不會想著爭取自己 搞區議會的職能 他們不會這樣 我很多時候跟區議員聊天 他們會說 是呀 都應該 但是他們完全沒有這個意識 還有 知道你這件事 應該作爲 未來參選的政幹 但我跟很多人聊天 他們都沒有想過這件事 即是你 你覺得你在考慮參選 你覺得這會是你一個 正幹 考慮在內之列 當然這個是我的想法 其實 因為現在區議會的功能 真的是弱的 是啊 但是 為什麼我們說 現在很多區議員 或者是準備參選的 都未必想 因為第一 我們要改變我們現在政府的做法 根本是癡心妄想 因為我們政府根本就不會去想 不會去做 另一方面 就是 他不想你才要推 是啊 我們要去推 我真的想推 但是另一方面 一個問題就是 很多時候 真是一個參選者 他的目的 真是當選 其實你說 搞這麼多事情 是否真的他們覺得需要 因為現在我們會見到 很多有錢些的黨派 蛇齋餅 左派右派 這樣就搞定了 那他用不需要做這麼多事情 這也是他們想的 所以如果真的單單用選票去考慮 我覺得其實很多人都未會做 我覺得真的很奇怪 譬如說 如果你說有些人是叫做有錢的 即不要說有錢 即他本身收入比較好些 那不用做區議員 辛苦做了什麼 又要開會 當然要減多事情 又要派東西 應該說 你出來參選 參選不是講玩的 對不對 你又要行動上在街上 每天都在街上 叫咪、派單章 選舉又那麼辛苦 每天都要想很多文宣的事情 即是你願意做這些事情的人 應該都是對從政有個抱負 對 那你有抱負的人 你也是想有權 那你搞這麼辛苦 你覺得 我是理解 有些人都是為了當選 總之我當選就可以了 我搞了什麼 對 你當選的目的就是為了什麼 你當選 你也是想做到事情 即是幫助人手 即是我在家 即是做區議員有好處 一些些 有些人覺得 我是區議員 我就出來威 威 所以我當選就可以了 我就不理會 即是能力是否大 即是我想不到 那些人都怎樣想 很難猜 因為你不是就是今屆 四年前我見過你 你也是考慮過 即是 你想過都會選區議會 即是可能你都經過幾年 但是 你考慮想些什麼 其實當時 因為職工盟做了六年多 剛剛都說過 如果是早四年前 其實都是剛剛加入職工盟 兩年左右 都會想自己的經驗 或者是對社區的認識 或者自己將來這麼長遠的路 都真的要想一想 但是做了這麼多年 都真的會覺得 自己都很 在這方面的興趣 或者走這條路 都真的會覺得是適合自己 因為都做了這麼多年 你就會知道這條路 自己走 所以現在都會即刻考慮 即刻考慮 這個區議會 都真的想改變一些東西 即現實上 改變什麼呢 即是真的改變到我們工作的社區 是 又或者是我們工會 即職工盟在社會的認受性 因為很多時候工會 即職工盟社會的認受性如何呢 其實我 以一些民調來說 其實職工盟的支持度都高 一直以來 但是大家對工會的認識 可能很多時候就限於職工盟 加利卓人 但是我們真的做了什麼呢 可能就是遊行 然後就想不到 好像我們過去 最多人知道的 一定是講最低工資 是 爭取了十幾年 另外亦會有交通津貼 那個跨區交通津貼 當時由07年開始 到今年又說 開始 十月份 就會長期推行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一路的爭取 但是很多時候工會實際上 在裏面做些什麼 幫工友 代表他們去做盧審 代表工人和老闆去談判 這些 很多時候工友或者街坊 都未必認識到 所以有時候透過一些 地區宣傳 或者一些地區的工作 就更加能夠將這些推廣開去 讓大家都會清楚多少少 就是有關職工盟或者工會 即是實質的工作 會認識深一點 你認為香港 以工會的人的角度 一定是普遍存在剝削的情況 但問題是 你認為香港的大部分 都是打工的人 當他們覺得遇到有問題 或者有剝削 他們的意識是找工會 幫忙介入的意識強不強 其實現在我自己接觸 都接觸很多人和工友 有幾類型 一類型就是他們會事先找勞工署 勞工署跟他們講完一大論 他又會走來問回我們的意見 這些是比較有想法的 先取得各方面的意見 另一些是他們會知道職工盟是幫工人 他們就會打來找我們求助 我們就會跟他們解釋 他可以爭取什麼權益 拿回什麼保障 拿回什麼人工 資訊上 告訴他們 他應該有什麼應得 到最後跟他說 你要有什麼行動 你要做什麼 你要去勞工署落案 你要面對你僱主 將來 他就會說 我先想想 都是不用住 我不想吵 怕煩 因為那個過程都要一段時間 可能說一個多兩個月 他們都未必願意去花這個時間 去拿回自己的資訊 但起碼他知道 需要獲得這樣的資訊的時候 可以打來 他們就會認識去找我們 即是說 你接下來的考慮參選 你發覺那個區 有什麼好處理呢 其實我在元朗 天水維工作了這麼久 天水維主要見到幾個問題 第一一定是就業困難 第二就是交通費 交通費也算是可以搞到一些 我們搞個交通津貼 不過 跨區其實是失敗的 因為最初試行推的時候 就是個人的 現在又要家庭 是的 失敗的人不是我們 失敗的是政府 勞工處 為何想這些政策出來 就是防止大家去拿 我經常都說 為何呢 由個人資產 即個人的入息審查 是6500元 但是現在家庭的話 兩人是12000 13000元 13000元 加上兒子剛剛中五畢業 如果三個 不要說三個 兩個人上班 是的 如果兒子中五畢業出來 真是最低工資 拿6000元個月 他可能拿到 但是爸爸 本身一個 要養兩三個人 可能八九千 如果兩個人加起來 就爆了額 而兒子也拿不到 甚至乎我們見到一些街坊 是怎樣 三個工作 媽媽和兒子 都可能做一些 比較兼職的工作 本身他們兩個都能夠拿到 每個月有600元的津貼 但是十月之後 就不行了 三個都拿不到 即是十月份 正式推行跨區津貼 但是 接下來你們都要有些行動 會呀 一定會繼續跟進 因為我們2006年開始說這件事 我還記得 阿仁開始提起的時候 每個人都說不行 這件事 每個人都說 不要搞了 你們死定了 即是跨區津貼 這件事是不行的 是的 現在起碼都是有 但是那個 是噁心的版本 是的 帥哥的版本就是 你個人入色 因為你噁心的版本 你根本令很多人失請不到 是的 即是一個月 600元 我們的政府 不知道多少萬億的所謂的 所謂的儲備 儲備 你這樣 今天對社會有幫助 令到一些流動性大些 即是鼓勵就業 他都會說 是的 而且至少 你600元 那些人多了600元可以消費 是的 你今天對經濟 是完全有幫助 但是很好 十月推行 就是幫助參選的人 在選舉期 可以有些 都真的宣佈了 現在沒有人宣佈參選 除了這個跨區 你發覺 所謂的悲情 悲情城市 悲情社區 還有些什麼 的問題 你會著力去做呢 Eric 你剛才說悲情城市 所謂的 我真的要說 對 悲情 因為我在那裡工作了 其實 四年多五年多 都會跟天蘇維的街坊接觸 在我認識的大部分街坊 他們都不悲情 反而我會覺得 比起市區來說 他們那個人與人之間的聯繫 可能會更加緊密一些 接觸會更多 為甚麼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真的沒有工作的話 很多時候都是街坊 大家互相幫忙 你幫我 我幫你 反而有些人倫 人際關係 倫理守望 旁邊有說 你要上兼職的 我會先幫你照顧 你的小朋友 即是以前的人 經常說 五六十年代 在香港屋邨 對 反而是那類的 現在沒有了 反而有些什麼 是的 有時候 他們原來很多技能 即是我們認識街坊 會自己做個盆菜給你吃 可以 焗些撻 煮些家鄉菜 他們很厲害 很多不同的技能 不過就是 因為那個居住的環境 令到他們不能夠外出工作 這就是最大的困難 對他們來說 所以悲情並不悲情 只是環境所限 所以交通 或者其他配套 或者園區就業 能夠改善到 是的 以及你不要全部領會 是的 好 我們今天星期間 真的很多謝 因為 Blair 為什麼 說到工會 因為 中國共產黨 管治中國 工農兵 反而工人 不可以自由 就有工會 中國的工人 不可以保障 他們自己的權益 全種都是 在共產黨 照顧之下 原來是靠香港的工會 是向跨國企業 去遊行才可以 是嗎 希望有機會 找到工聯會 即是港中關係 好 今天很多謝 Blair分享了工會 以及他考慮參政的 生活歷程 好 多謝